大家好 我是中国台湾网的记者浩阳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第三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的现场 来自海峡两岸的二百六十余位嘉宾和各界青年代表 媒体记者参与了本次论坛 论坛以携手共筑美好家园美主题 是两岸青年交流合作 手足相依 共谋发展的盛会 开幕式上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刘洁一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 中华青艳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先后致辞 救出非常期许 参加这次论坛的各位年轻的朋友 都能够立志做两岸的和平之子 让两岸走向开明 开创容景 我们相信 各位有能力 也有充分的智慧 能为中华民族的永续 奠定更厚实的基础 在华夏历史长河中创建更光荣的盛事 连续三年在浙江举办的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 已成为两岸青年交流借鉴 互融合作 共谋发展的重要活动平台 此次活动由一个开幕会及主论坛 一个参访交流活动 一个嘉年华组成 主论坛期间围绕抗疫 青创 未来等话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教授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李兰娟 就防控疫情与民族复兴 结合参与武汉一线抗疫的戒身体会 寄予两岸青年 来自台湾的驻梦温州台青联谊会总会长许静明 在这创业台青 郑志荣 周百祥 以及大陆电商邵政家 讲述各自驻梦浙江融合发展的新路历程 中国工程院院士阿里云创始人 杭州城市大导总架构师王坚 围绕数字技术与未来生活 引导两岸青年在数字经济浪潮中 把握机遇 创新发展 那是我第一次来参加 那我觉得就如同刚刚 洪秀柱女士所讲的那句话 两岸的关系 两岸的问题在和平统一上 是未来两岸年轻人共同要去努力 和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那我认为每年去举办一次 海峡两岸青年论坛 是为两岸青年提供一个 创就业合作的机会 我觉得目前的大陆这边的团队 加上台湾的团队 能够产生更好的效果 让事业能够蒸蒸日上 在此次论坛上 袁家军书记宣布八条 实打实利好台包台经的具体措施 这八条措施 对台湾青年朋友来说 都是实实在在的红利 有助于大家在浙江 更好的住梦 追梦 圆梦 有助于大家一展所长 实现报复 好 以上就是中国台湾网记者浩阳 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虽然有助于在夜深身屙江 中暖ucht 不应该ос图